三部尾方大招 给出市场定型完 A股怎么走 咱们今天还是从重要消息 大盘和板块给出大家方向 我们先看重要消息 周一美股多数下跌 美债收益率飙升令股指撑压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 中概优戏股逆势上涨 国产优戏版号 时隔八月重启核发 这是优戏股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 欧洲的股市也是多数下跌的 这是绿控 但是对中概优戏股 包括港股的囤星库股 中概互联 这些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二 世界银行在发布春季预测 欧乌冲突将导致乌克兰 今年经济萎缩45.1% 俄罗斯经济也将萎缩11.2% 日行同时预测欧洲和中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的经济将整体萎缩4.1% 这萎缩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为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降幅的两倍啊 但表示该预估也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啊 毕竟是预估嘛 据估计乌克兰有一半的企业已经是关闭了 冲突切断了乌克兰90%的粮食出口 占所有粮食出口的一半 所以从全世界来说啊 这个粮食安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不过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国内的通胀还是非常合理的啊 这个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呢还是有 对粮食的安全呢 我们也是可控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远超市场预期啊 三月社融增量是4.65万亿元 降准降息的概率加大了吗 三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13万亿元 同比多增了3950亿元 东方金星首席宏观师王清认为 信贷同比多增 体现了新增贷款要保持十度的增长的要求 但是当月信贷的增数仍然是偏低的 为什么呀 就是你4000多了让贷 但是老百姓企业他贷款的需求降低了 说明经济呢其实还是撑压的 表明前期呢 货币政策的加大实施力度 尚未充分的传达到贷款的 王清认为 按照稳增长政策措施靠前发力实施加力的要求 二季度降准降息的概率是加大了 其中降准能够切实提升银行的放贷能力 而降息呢则有助于激发市场整体的经济融资需求 同时也是缓解楼失下行的关键所在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是缓解楼失下行的 而不是说怕它涨了 是怕它跌了 反映出总体经济还是撑压的 因为现在毕竟国际形势呢比较混乱 对我们影响到出口 对吧 然后国内的疫情呢又影响到消费 所以这块呢只有靠投资了 所以这也是咱们看好基建投资的一个逻辑啊 好 今天的重点来了啊 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支持房期转型 三部委是共同行动了啊 共同促进市场的稳定 以积极增强企业投资者性行为出发点 三部委充分发挥各职能作用 共同促进市场的稳定 引导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称为 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表率啊 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要做积极的 负责任的股东 积极增持价值低估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支持上市公司实施股峰回购陷进封鸿 那你作为一个国企肯定的带头做表率了 那毕竟这还是鼓励啊 但他也表达了政策的一个方向啊 好 我们接着看啊 完善有利于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的制度机制 咱们先重脸看 第二条还是坚持了方朱不炒啊 依法依规支持上市方企积极向新兴发展模式转型 也就是说我们后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靠传统的基建房地产了 而是要靠我们科技新基建新能源了 而对目前的一些房地产企业来说可能80%都会淘汰掉 仅剩下一些规模较大的一些洋企就足够了啊 所以很多的地产公司都是需要转型的 那如果说房租不炒了 当然你也炒不动了 这个钱会进入哪啊 它是必须有一个资金蓄水池的嘛 那就只有股市了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A股不要太悲观的一个逻辑啊 好 咱们再看第四条 完善有利于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 鼓励和支持社保 养老金 信托 保险和理财机构 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权益类的资产 增加资本市场的投资 特别是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而我们重点来了 优秀上市公司 那么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说也是一样 不测制马上全面铺开 很多的股票可能会推失掉 推失的股票会越来越多 八大国家不测制的话呢 百分之七八十的股票都会推失掉的 所以我们再想去炒小炒新的话 基本来说盛算就非常小了 但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会抱团 就是这些优秀的企业会推动我们整个指数 形成一个长扭的格局啊 好 咱们接着看啊 支持股份回购正面回应市场热点 从投资者角度出发 三部门发文给出了明确的定心丸 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 为稳定股价进行回购 依法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优先股 债券等多种渠道 抽集资金实施回购 鼓励股东董坚高 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速下跌 是积极通过增持股票的方式去稳定股价 审慎制定减持的计划 所以后期减持的这个规模来说 肯定是会降低的 增加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中的比重 与投资者分享发展的红利 增强扩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召开年包业绩说明会 正面回应市场弱点和投资者的关切 提正投资者的信心 大家看到了啊 咱们管理者呢 其实也是在做事了 要提高我们投资者的获得感 把我们的信心呢给提上来 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啊 还需要实质性的利好 降准降息 降低应花税 暂停薪谷发行 这些实质性的利好 一定是要推出来 这样对于我们投资者的信心来说 才能起到更好的一个提正的作用 好咱们再回来看一下大盘方面啊 对指数今天会如何走呢 我认为盘会去探一下低点的概率 比较大一点 但不会那么去大跌了啊 从隔夜外盘看是偏空一点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这是从美股看呢 他有兴成长周期见顶的迹象 我们看他周线吧 大家看到了吗 他这波反弹 到达上方均线压力位以后上不去 他已经形成了周线级别的顶部 还有下行的压力 所以外盘中体是偏空一点的 美元加息呢 导致美国十年期三十年期 国债利率出现一个飙升 比咱们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 出现一个倒挂 所以这也导致人民币呢 短期出现了一个贬值啊 他上涨是贬值 这也是咱们近期股市偏弱的一个原因啊 但是中体贬值幅度不会太大 会维持一个区间震大 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太大 确实他会限制咱们货币政策的这个空间嘛 好咱们再回来一股啊 所以今天呢 咱们也不能说太乐观 但是也不要太被管 所以我认为稍微再探一下啊 再探一下低点 就跟之前一样 你看就会收出这个长的下影线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是确立他收出长的下影线 才能去判断他 又有反弹要求了 所以昨天的低点 还不能确定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啊 所以对今天咱们指数来说 看弱势的震大 而机会仍然是结构性的 那么这个机会呢 在哪里呢 还是咱们之前提到的 建筑和工程机械这块 方主物流 在上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高开低奏了 它也是因为利好 咱们终归要打造统一的市场啊 这样是利好这个整个物流的嘛 对相关的一些案例模型呢 尽量是关注 谈着呢 稍微大一些的国企 而且业绩比较稳定一点的啊 会更安全 像这种中储股份啊 业绩相对稳定 股指不是很高 而且又是国企啊 所以这样从低位呢 去涨停启动啊 这个跌幅其实也是蛮大的了 看一下长周期嘛 你看月现在年限附近出现放量啊 所以啊 长周期到位的情况下面啊 建立好低位启动 哎这样 因为它是第一个板 如果第一个板 比如说在下个交易日呢 哎能保持在第一个板附近高开 不要高开太多 这样关注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它总体涨幅不是很大 就是风险不算太大 对于止损来说呢 还是可以去确定的 它不向高位的追 你追了以后日内大跌 那你没有办法控制风险了 这种情况日内大跌的概率是不大的 就是最少呢 还是有止损的机会的 往上呢 空间多大 其实也不知道啊 因为万一撑腰了呢 现在市场越是不好的时候 也可能会对吧 炒作一下有股 但这只是一个方向啊 就是说我们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 像藏储物流 哎这样子一些 风口吹过来了以后啊 应该去关注它什么样的一些龙头 进行一个这个观摩 低位放量业绩还不错 估值也偏低的 扬起会更好一点啊 农林沐浴这块呢 你看现在的话也是啊 你看有粮食安全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农林沐浴呢 尽量是有探底完了以后 拉出长的下影线去关注 这样会好一点 长起来就不要去追了 普通饮料 食品饮料呢 昨天其实也是有 资金开始流入了啊 你这样食品饮料里 里边有一些品种 你这样金龙鱼 在大幅下跌以后呢 低位又开始放量了 你看昨天二次探底以后 有一些放量 但是因为整个大盘弱 它没挤得来 如果量继续给力的话 那么二次探底以后 就有王成功来一波反弹 这是一种思路啊 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这块呢 包括医药 创新药 生物质药 其实在低位呢 有资金已经开始介入了 所以有下沙很容易拉起来的啊 这种筑底的模型 长起来不能追 但是有下沙盘中指贴了 去关注的话 甚算是非常高的 最近啊 一些成长性的一些板块 偏弱一点 搬到底电器设备啊 最近偏弱 咱且先规避一下 但是这些板块跌下来呢 仍然是机会 工程机械呢 在上周五大洋启动以后呢 本周一呢 有一个数量的回彩很正常啊 今天的低点不要破 去试完了以后 还有希望上 所以近期咱们重点关注呢 一个是工程机械 一个是建筑基建啊 具体的一些建筑的工程机械的 案例模型解读啊 看之前的回看就可以了 大家关注成功 我在找屏的时候 咱们会有 重要消息解读 大盘板块的方向 中午有五屏的文章 晚上呢有案例模型的解读 好 好 好